在战国后期的七雄中,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统一天下的机会,秦国并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,然而最终却由秦始皇以弃吞千里之势横扫六合,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,这就引起了人的思考,为什么在战国七雄中,是秦国担起了历史的重任,完成了统一的使命,这是历史的必然,还是意识的偶然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几节目中,王立群老师讲到,秦王嬴政之所以能够仅用十年时间就拿下六国,这不仅得益于他身边的文臣武将,还得益于他的识人之名和用人之才。 在秦国内部,秦王嬴政组织了一个文武齐权,搭配得当,相互配合的超强队伍,所以才能够在灭六国之战中,功无不克,战无不胜。 然而,仅仅有这些因素,秦王嬴政就能够吞并天下,独霸九州吗? 事实上,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 我们还得从秦国的历史上去探究他的原因,为什么在战国七星中,秦国能够统一天下? 秦的统一是历史的选择,还是另有他因呢?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,副客百家讲台,为您精彩讲述,王立群读史记,秦始皇旨,六世于令。 秦始皇旨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,就把六国全部摆平,把天下统一了。 所以,所有的历史书,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都在强调,由秦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。 但是,所有的教材都回避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说,为什么秦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呢? 这个问题,没有人回答。 我想讲讲这个问题,我先解释一下,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? 所谓历史发展的大趋势,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向。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。 这个大趋势包括两个层面,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,另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。 秦统一天下是历史的必然性。 它有双层含义。 第一,七代明君。 第二,代代仲裁。 这两点构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必然性。 什么意思呢? 是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,一共是七代国君。 秦国七代国君没有一个昏君拥主。 所以我们称之为七代兵君。 这很不容易。 再一个,代代仲裁。 七代国君没有一代国君不重用贤裁。 这也是很不简单的。 所以我们说秦统一中国,它是有它的必然性。 这个必然性是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。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问题上,有人认为这是历史史,把统一的任务交给了秦国。 但王立群老师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偶然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因为秦始皇继承了祖辈的基业,最终完成了统一的使命。 那么,我们不禁要问,在秦始皇之前,他的先祖们都做了什么工作呢? 让我们先追溯一下秦国的历史。 秦国从立国到秦王嬴政执政期间,一共有六百多年的历史,三十多位君王。 而对统一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,就是秦国的最后七代国君。 他们分别是秦孝公、秦惠文王、秦永王、秦昭相王、秦孝文王、秦庄相王、秦王嬴政。 那么,这几代国君都做了些什么呢? 他们对秦统一六国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呢? 我们先讲秦国的七代国君干了些什么。 第一位,秦孝公。 孝公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? 变法图强。 当时秦国并不是七国中间的强国。 秦要统一,必须让自身强大。 无论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或者一个人。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,就是使自身足够的强大起来。 这是打破困境的唯一出路。 秦国自身不强大,你何谈统一天下呢? 孝公就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,通过商鞅变法,使秦国迅速截起,完成了他这一代国君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。 第二代国君,秦惠文王。 惠文王时期,条件变了,历史使命也改变了。 孝公变法以后秦国变强了。 秦国一强,其他六国得了红眼病了。 因为六国不能看着秦国强大,这样六国的有势之势就要想个办法,怎么样来对付强大的秦国呢? 合纵。 合纵就是联合。 联合六国把秦国给弱了,给灭了。 秦国不就完了吗? 所以,秦惠文王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怎么样打破六国的合纵。 这个历史使命,秦惠文王成了,他用什么办法来完成呢? 连横。 我用连横破你的合纵。 这是第二代国君。 第三代国君。 秦武王。 秦武王在位的时间非常短,只有三年。 因为举重,砸死了。 他死了以后,而且没有儿子。 因为他太年轻了,还没有来得及娶妻生子,就砸死了。 在位只有三年,他是明君吗? 他能有作为吗? 秦武王这三年还真了不得。 秦武王有一句名言。 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。 寡人与戎车通三川奎州市,死不恨你。 他说,我想坐着车到达三川之地。 三川就现在洛阳这一代。 奎州市,看一看周天子的王成,死了,不遗憾。 这是秦武王。 秦武王时期秦国已经比较强大了。 那么武王时期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? 是抓住历史时机,东进中原,因为秦国是在西方。 公元前三百一十一年,年轻的秦武王派他的左丞相甘茂,率领军队去攻打韩国的重镇,义扬。 义扬在哪儿呢?义扬在今天河南、洛阳西眠四十公里处。 它是陕西通往河南的一个唯一的通道,两边是崇山峻岭,中间是一线山路,非常狭窄,是个军事重镇,要打义扬。 义扬是韩国的,派甘茂去打,甘茂说要打义扬必须联合卫国。 然后秦武王就派了甘茂,带了一个副使,出使魏国。 到达了魏国一谈,成功了,魏国同意跟秦国联手,然后让秦国把这个义扬给打下来。 打通了义扬,秦国才能兵出韩谷关呢,否则就出不了韩谷关。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之地。 甘茂是一个很有才的人。 甘茂出使魏国成功回来的路上,他给他的副使说,他说你回去告诉咱们的秦王。 就说,第一,魏国同意给咱们联手了。 第二,你还说,虽然同意联手了,但是这个仗不能打。 你只要这样说了,将来所有的功劳都记在你的功劳簿上。 他的副使不知道什么原因,回去就给秦武王说了。 武王一听就很奇怪,打一样要联合魏国,现在魏国同意联合了,你说不能打,为什么呢? 招见甘茂,甘茂讲了三件事。 这三件事一说,秦王明白了。 第一件事叫增生杀人。 大家知道增生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贤人。 他在废地居住的时候,这个地方有一个个增生同姓名的人,也叫增生。 结果这个增生呢,杀了人。杀了人以后呢,就有人去给未杀人的这个增生的母亲报信了。 说增生杀人了。 他母亲当然知道他自己的儿子不会杀人。 在那个职务机上,哐当哐当,照样职务。 停了一会儿,第二个人来报告,增生杀人了。 他母亲还在那,哐当哐当,职务不动。 等了一会儿,第三个人来报告,说增生杀人了。 他母亲把植布机一扔,爬墙,翻墙就逃了。 甘茂把这个事儿讲给秦母王听了。 他说增生是个贤者。 增生的母亲是最了解自己儿子的人。 还隔不住三个人一说,他母亲吓了就逃了。 我是一个不是秦国人。 我来到秦国帮你们打天下。 我要去打天下,你想想,一定会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。 如果我去打异扬,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。 我既没有增生之嫌,你也不可能像增生的母亲那样那么信任我。 我去打异扬,那还能打得下来吗? 第一件事儿。 第二件事儿,张仪无功。 慧王时期有一个张仪。 张仪最重要的,我们讲过他的合纵。 张仪立了很大的功。 但是没有人说张仪立了功。 都把这个功劳说在是秦桧文王的身上。 说臣子立功不算功。 这是第二件事儿。 第三件事儿,文侯烧信。 魏国的开国之军,魏文侯,派了一个大将叫岳阳去攻打中山国。 这个打中山国,打了三年把中山国给灭了。 灭了中山国以后,岳阳很得意。 打了圣仗灭了一个国,岳阳回来了,高兴得不得了。 他觉得他自己立了这么大的功,可该受赏了吧。 结果一见魏文侯,文侯给他搬出来一个大筐。 这一筐全是这三年中间,其他大臣告岳阳状的告状信。 这告状信堆了一大筐,叫岳阳看。 岳阳一看,这么多告状信, 魏文侯都不告诉他,压着不放,还支持他,打了三年把中山国给灭了。 看了这么一大筐的告状信,岳阳才明白,这个功劳不仅仅是自己的。 所以岳阳就立即跪倒在地,说了两句话。 此非臣之功业,主君之利益。 这不是我的功劳啊。 这是主公、主君对我的信任啊。 在那个制度之下,如果得不到领导的信任,你能干成点什么? 你什么也干不成。 讲完这三点,岳阳说,你说我敢去打一扬吗? 我一扬我一年能打下来吗? 我要打不下来,有多少人给背后说我的坏话? 像说增身杀人一样,像告岳阳一样,那我还能活吗? 这个魏国虽然同意联合了,但这个当,死活我不能打。 这一说,这个年轻的亲王明白了,他这样吧,咱们俩订着盟月,这个盟月就说你去替我打一扬,我对你是绝对信任,谁告状我也不听。 咱俩先订个,签个合同,合同签好,我再打仗。 甘宝说可以,咱俩先立个合同,两个人合同书列好,然后甘宝去打了。 结果打了五个月,没有打下来,秦武王收到一大批告状信,秦武王动仰了,要求甘宝撤兵。 甘宝就回了封信,说咱俩签的合同还算数吗? 秦武王一听这个话,继续给他增兵。 果然,最后,甘宝把韩国军事要地重镇,一样给拿下来了,杀了六万韩军,打开了韩国的西大门,拿下了一样。 秦国的军队可以兵出韩谷关,直达洛阳。 你看,这个举重而死的秦武王只活了三年,还没来得及结婚生子,他都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。 你说最后秦皇统一中国,他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,他前面六代国军都在做贡献。 人家就在位三年,还做了很大的贡献,拿了个意义。 四位国军,昭湘王。 昭湘王当然功劳更大,在位五十六年,把大儿子都熬死了。 是那么一个长寿的国军。 昭湘王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? 昭湘王是其秦国一战压倒优势了。 昭湘王的历史使命是继续东进,摧垮六国的主力,为最后统一奠定基础。 昭湘王在位五十六年,先用魏燃为相,后用范居为相,重用白起。 白起不负重托,一缺一战,大败韩卫联军,斩首二十四万。 长平一战,大败赵军,活埋四十五万。 秦国统一一共杀了一百多万。 经白起一个人之手,杀了九十多万。 昭湘王连续不断的用兵,基本上摧毁了六国的生力军。 为最后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奠定的基础。 而且昭湘王时期如果听了白起的话,就有可能把赵国当时就灭了。 拖延了几个月,汉郸之战没有打赢。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事情。 说昭湘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 第五位,秦孝文王。 这个就不好说了。 在位三天死了,既无功也无过,我们古雀也称这位民军吧。 第六位,庄湘王。 就是那个义人啊,我们前面讲生活的秩序时候,讲那个义人,他在位也只有三年,时间也很短。 但这个庄湘王,像秦武王一样,在位短短三年干的两件大事。 第一,重用吕不韦。 夺了一块地方,建那个东郡,这个东郡非常重要。 东郡是连接齐国,切断了六国南北合纵的通道。 这是一大贡献。 再一个,庄湘王利用赵国给燕国之战的矛盾,占领了赵国三十七成,进一步的削弱了赵国。 所以这个义人虽然只有在位三年,他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 第七位,嬴政。嬴政这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? 是不失时期的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。 所以嬴政继位以后,很快就定下来发动统一战争。 十年完成这个历史使命。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,我们可以看出来, 秦代的七位国君,没有一位犯过大的错误。 七代国君都有强烈的使命感。 七代国君都完成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。 这是很不简单的。 我们说的不简单,是因为这七位国君可不是有意挑的。 这七位国君根据秦国的制度,他有的是父死子继,有的是兄中帝级。 他有两种继承制度。 比如说昭相王。 昭相王怎么继位呢? 昭相王是因为秦武王举重给砸死亡。 然后在他的兄弟们中间来选。 结果呢,是因为太后和魏燃两个人联手把他给推上来了。 他当时正在燕国做人质。 对于他来说,完全是个偶然性的当了国君。 他做国君之后很偶然的。 那么他一当上国君呢,他是特别能活的一个人。 一当上国君就做了五十六年。 大儿子在国外做人质,拗死了。 然后停了两年,他的次子安国君继位。 安国君继位纯属偶然的。 他哥要不死能轮到他吗? 没他的戏啊。 他哥死了,活不过他,他继位了。 他继位纯粹是个偶然。 他继位三天,他又死了。 然后这才是义人,也就是庄襄王继位。 庄襄王继位也是偶然。 庄襄王如果不是吕不韦包装, 他连安国君的嫡子就当不上。 你看看这些国君,期待国君。 几乎每一个当上国君的人都是非常偶然的得了。 要么是哥死了,要么是爹死了早。 要么是谁看中他,把他包装一下。 没有一个是必然的,都是非常意外的当上了。 但是在这所有的意外当上国君的人中间,没有一个是昏的,都是明君。 这很了不得。 西汉初年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,政治家叫贾义。 贾义写过《过秦论》上中下三篇非常有名。 凡是上过中学的都读过《过秦论》上。 《过秦论》的上篇中间,贾义写过一句名言。 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列。 什么叫六世之余列了? 什么叫奋六世之余列了? 是继承了他前面的六代国君的工业。 那个列就是工业。 到他这一代,七代。 七代国君连续不断的努力,最终在得以统一天下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,代代明君,这可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。 第二点,代代用才,这七代国君是明君,而这七代国君都重用了人才。 这人才还都不是一般的人才。 我们说秦孝公,秦孝公用了谁了? 用了为人商鞅。 商鞅是个人家。 他重用了他。 然后是秦孝王。 秦孝王,我们刚才讲过甘茂。 甘茂打义仰。 甘茂是哪国人呢? 甘茂是楚国人。 秦孝王重用了他。 昭襄王。 昭襄王重用了魏国人范君。 又是用了一个引进的人才。 孝文王咱不说了,就三天。 咱不说了。 庄襄王,庄襄王重用了魏人吕不韦。 这魏国虽然很小,很早都被灭了。 魏国出了两个顶尖的人才。 一个是商鞅,一个是吕不韦。 很不容易的。 嬴政,嬴政重用了楚人李斯。 你看这七代国君。 两个魏国人,一个商鞅,一个吕不韦。 两个楚国人,一个甘茂,一个李斯。 还有一个韩兆魏的那个魏国人范君。 七代国君,不但自己是明君, 而且都用了当时顶级的人才。 这让我们看起来太了不起了。 这些因素叠加到一块, 就形成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。 当我们分析了秦国最后统一六国的各种因素后, 我们会发现, 秦国再强大也只是一个国家。 而六国的土地、六国的人口、六国的人才都挤背于秦国。 无论如何,六国也不可能都被秦国囤掉。 但是事实上这种不可能还是发生的。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, 六国为什么会灭亡呢? 晚唐世人杜牧在阿旁功夫里曾经给出过一个惊人的答案。 他认为,灭六国者,六国也,非秦也。 那么,杜牧的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? 秦国能够统一六国和六国本身有没有关系? 王立军老师的观点又是什么呢? 秦统一天下的偶然性包括两个方面。 第一,六国犯错误。 第二个,秦国的偶然性。 六国犯错误。 韩赵卫,燕楚齐,六国犯的错误恰恰是帮了秦国的忙。 就像两个打平方球一样的。 我这个球虽然打得不好,但世界冠军给我打的时候呢,他老犯规,他老出错。 那我不就当了世界冠军了吗? 六国犯错误,就反过来帮了秦国的忙。 那么六国犯了什么错呢? 第一,三家分禁。 我们专门用一级讲三家分禁。 三家分禁给秦统一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。 那个秦国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。 韩赵卫三国从他分出来。 分出来了,韩赵卫都十分了得。 如果韩赵卫合成一国,党在秦国的中间,秦国就不可能兵出韩古冠。 根本就不可能有秦皇统一天下。 压根就不可能的事。 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秦。 公元前四五三年,韩赵卫三家分禁。 公元前四零三年,周天子正式承认韩赵卫是三个诸后。 分裂了。 韩赵卫这一分给秦国提供了多大的方便? 如果我们倒过来想,不是三家分禁,要是三家分秦。 秦能统一天下吗? 但是历史就非常奇特。 正当秦国苦苦挣扎,就觉得兵出韩古冠出不成的时候。 秦国一分为三。 这叫天助秦也。 老天帮了秦国的大忙。 三家分禁的受益者不是韩赵卫。 三家分禁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国。 这是第一,三家分禁。 第二,赵国胜衰。 三家分禁,秦国已经得了大便宜了。 但是韩赵卫三家中间又冒出来一个赵国,特别秦大,特别是赵武灵王。 赵武灵王甚至于想灭掉秦国。 赵国的军事力量当着非常强大。 但是赵武灵王前名后岸。 他竟然想让长子做代王,让幼子做赵王。 把赵国一分为二,结果导致沙丘政变。 最后赵武灵王被饿死了。 像这样的国君叫前明后岸之君。 这么一个赵军,他没有出现在秦国,出现在赵国。 紧跟着赵孝成王,中了秦的反奸计, 独信任连坡,用了赵阔,导致长平之战战败。 四十五万大军被杀。 最后到王国之军赵王谦,还中了反奸计,杀了李牧。 赵国犯了多少错? 赵武灵王,赵孝成王,赵王谦,那么多犯错。 你犯一次错,秦就得一分。 你犯两次错,他就得两分。 你犯三次错,他就得十分。 帮了秦国的大忙。 再说韩国。 韩国的悲剧在什么地方? 韩国的悲剧在韩非出生了太晚了。 韩非怎么能到王国的时候才出生? 他要是早出生一点, 韩非可比商鞅厉害得多。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,极大成者。 如果韩非早出世几十年, 如果韩王重用韩非, 韩非让韩国强大起来了。 光一个韩国就把秦国给封死了, 你出不了韩国关。 悲剧。 我们再说韩国。 历史曾经眷顾过韩国, 但是韩国把机会给错失了。 魏文侯是第一个重用李逵变法, 所以到战国初年, 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魏国。 但后来桂林之战, 马林之战, 两次战败。 而且他的顶级人才, 吴企, 商鞅, 孙斌, 范鞠, 全跑了。 哪一个不是国家级的人才啊? 哪一个不够两院院士啊? 全走了, 一个都不胜。 最后剩了一个信陵军。 信陵军率领五国联军大败秦军的时候是哪一年呢? 公元前247年, 这一年是秦庄祥王去世, 这一年是秦王嬴政继位。 这个时候秦国已经非常强大了, 然后信陵军率五国联军大败秦军。 如果信陵军继续活下来, 那嬴政够他, 够他这盘菜不好吃的, 这个菜就像河豚一样, 吃不好叫中毒的。 结果信陵军最后竟然被安息王罢职。 信陵军郁郁郁寡欢, 沉迷于酒色之中, 四年而死。 他死的是秦王嬴政四年, 假如他不死, 他活着, 那嬴政收拾天下, 能那么容易吗?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魏国机会, 问题是给你机会你错过了,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 燕国。 燕国。 燕国微不足道, 但是燕国可是第一, 他充分地享受了远交进攻的所有的好处。 远交进攻嘛, 他在北京, 在辽宁, 秦国不打他, 所有的好处都享受了, 但是他干的什么呢? 第一, 若齐弄了五年, 齐国衰弱了, 秦国的一个主要对手, 被燕国折腾回来, 你不是帮了秦国的大忙吗? 第二, 皮赵。 长云之战之后, 赵国正需要休息的时候, 燕国不让他休息, 你不是想睡吗? 我不让你睡。 然后, 赵国撑不住了。 他竟是无是生非, 最后把人家都折腾死了, 也盖他死了。 所以燕国也犯了很多错误。 楚国, 我们刚刚讲过, 不思变法, 政治腐败, 那么一个庞大的国土, 最后导致亡国。 最后, 齐国, 齐国也很可惜, 齐敏王滥用武力, 灭宋导致五国伐齐, 他被灭五年, 这叫滥用武力。 君王后和齐王剑不用武力, 最后想当五百里地的封军, 被饿死在松林里边。 齐国是国策错误, 犯了一连串的错误。 说你算算, 六国出了多少错? 六国可以说, 六国中间没有一国不犯致命的错误。 正因为六国都犯了致命的错误, 所以六国最后都无可奈何花落去。 人家秦国期待明军, 秦国进出明军, 在位三天的不犯错误, 在位三年的都建齐功。 这六国的君子进出的窝囊费, 要么是滥用武力, 要么就是不朽武备, 就是这六国好像是着了魔一样, 瘟疫, 六国的君主得了瘟病, 就是我们讲的过程觉得非常可惜, 六国人口, 国土面积, 军队总量, 都是秦国的若干辈, 最后被人家秦国一个一个全收拾完, 他们犯了很多错, 但是你不要忘记, 当你犯错误的时候, 恰恰是给你对手最好的礼物, 秦国就得意了, 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两大因素造成的, 一个是秦国六代国君, 代代明君, 代代仲裁, 必然的结果, 一个是六国不断的犯错, 不断的衰落, 一个蒸蒸日上, 一个江河日下,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秦国赢了, 赢得你没脾气啊, 那么统一的天下的秦始皇, 他又该怎么样经营他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呢? 请大家继续关注秦王嬴政, 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种种作为, 谢谢大家。 公元前221年, 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他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使命, 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, 随后秦王嬴政不时时机的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, 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,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, 由此一个新的称号诞生, 那就是皇帝, 皇帝制度和皇帝意识一确立, 就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, 那么皇帝制度是怎么确立? 他的确立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? 敬请关注王立军独史记, 秦始皇之, 极权皇帝。